昨天演喜攻略的大结局,知道喜欢这部剧的小伙伴,已经都看了,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,所以觉得有些奇怪。 昨天晚上的魏姐实在有点暗,这是魏姐听到自己最喜欢的男孩傅恒战死沙场的样子,还是一样眼睛看着前面,面部的浮动不超过十度,傅恒的幻影来回切,大家的情绪都到了高点,观众都要哭了,佩玲老师都激动了说,珍珠你下去吧,这一段声音哭得很厉害,鼻子都有点不通气了, 魏玲姐的一颗眼泪就是吓不来,跟今后对峙的那场戏也是这样,阿修激情澎湃,我有一百个,一千个机会杀你,对皇帝是又爱又恨,之前弟弟跟人设计害死了,母亲自枪,明明皇帝答应了不杀自己爸爸的,结果被太后一劝,把自己爹给砍了,看着最后一个亲人死在了自己老公手里有了这种恨意, 表达的明明白白,可是自己爱丈夫啊,太太太矛盾了,被魏玲姐教训过之后,爱而不得,感觉身边小伙伴失恋之后,还在爱的那一方,就是这样委屈又气的样子,有种到处明明说好,两人一直在到永远,你怎么突然就变得不认识了? 好狠的心恶,痛彻心扉,魏玲这个时候已经赢了,接下来是胜利者对非礼失败者的终结宣言,可是说实话,小别真不觉得这是一个深受剧毒正派讲话的样子,台词大家要表达的是,你自己是个坏人,但是你却说是被生活逼,这这样做的,明明是自己精心策划一切要害人, 可是还在怪别人把你逼到这份上,这是多么一正言辞的台词呀,加上魏玲姐本来就是复仇人设,说出来应该更大感才是,可这是什么?只看到了魏玲姐的耸掀其脖子,特别是在讲这个话前,还要冷哼一声,你是正派呀,你冷哼个什么气啊,明明是个正派,但讲出这番话来却更像小人的知的反派,在对比下爱舌的不断小高潮, 把人物情感的变化必更,都表达得清清楚楚,剧场感染力强到没话说,甚至在这个时候,大家是心疼季后,觉得季后可怜的,但倒是魏玲姐,有些让人生艳了,爱舌眼记的最后一个小高潮,含恨有爱,癫狂事情终了,相信大猪蹄子皇帝,当时听了心里也难受,可是我们魏姐,看到你自己的计划成功, 亲手处理了一个全是大坏蛋就是这副样子,旁边的宫女都比那些游戏,这副面孔还延续到了,她册封皇贵妃和皇帝大情骂枭的样子,是的,大家没有看错,魏姐的表情管理做得相当到位, 傅恒死了等于手刃季后等于调戏皇帝,之前为博上疯传的吃面条动图也是,这哪里好笑了,大家伙还觉得魏姐可爱,演员居然可以让大家无缝衔接吃东西,难道不是演员演技不到位吗? 甚至在拍杂志的时候,她也是一副表情,一个眼神从头到尾,有些网友说艾舌演技很多年了,拿五几年,这根是后笔,有些欺负新人,可是大家要知道的是,虽然大家现在才了解五几年小姐姐,可她已经不是心狠了网,实在不应该这样,艾舌在她这个年纪上耳唇,都拿了好几个奖了, 哎,撕走点心了,心疼气候tack